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606集 场间的气氛却让当时人们没有小皇帝的这种判断 对着七名九品高手的建议叠加 便是范贤也开始感受到了呼吸的困难 刚刚干涸不久的冷汗又开始沿着他的后背躺了下来 在这一刻他不禁有些凛然 建炉这个地方确实太怪异了 这么多九品高手 如果南庆不能与东夷城达成协议 真的发兵来攻 只怕那些领军的大帅们 要永远面临着黑夜里的袭击 剑意弥漫片刻 范贤知道如果真的动起手来 自己只怕很难再活着出去 忽然间他的唇角微翘 笑着扬起了头 将目光掠过云之蓝如铁销一般的双臂 望着石阶下的四顾剑 开口说道 自家的事儿真要外人插手吗 这句话落到不同人的耳朵里 有完全不同的含义 云之蓝以为范贤说的是北齐人 冷漠开口说道 贤卢弟子足矣 不需要北方的朋友帮忙 狼桃在大青树下微微一笑 说道 小范大人如果能活下来 我会亲自向您挑战 而范贤理都不理 这两大高手的回话 只是死死地盯着石阶下的四顾剑 因为只有四顾剑才明白 他这句话的真实含义 这是两兄弟之间的战争 难道真的需要外人插手吗 先前影子使出风雷一箭时 范贤就在轮椅之后 可是他只是带着小皇帝离开 而没有和影子合计 范贤没有插手 难道你剑炉的弟子 就可以插手到 你兄弟二人的恩怨之中吗 范贤堵的是四顾剑的骄傲和野性 赌的是四顾剑 先前留影子一条性命 一定有后续的文章可以做 既然如此 四顾剑怎么可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徒弟们 为了报仇 而误了他的大计呢 四顾剑微微地抬起眼帘 笑了笑 有些遗憾地叹了口气 似乎是为范贤猜中自己的心思 所以无法看到范贤的真实水准而遗憾 这位大宗师厌恶地看了看跪在自己身旁的弟子们一眼 杀声说道 老子又没死 就急着嚎嗓什么 说来奇怪 他这样骂着 身旁的弟子倒高兴了起来 赶紧站起来 四顾剑紧接着把左手的手臂抬了起来 看了王十三郎一眼 这个动作王十三郎很熟悉 下大东山的时候 他就是这样背的 回到东夷城之后 他还是这样背的 所以他很自然地蹲下身来 四顾剑往右途宽阔而坚实的后背上依靠 很舒服地扭了扭头 说道 回炉 王十三郎闷声应下 然后背着瘦小的师傅站了起来 往剑炉外面走去 只是他的身体已经遭到了极点 旁边的几位师兄赶紧扶着他一同离开 四顾剑就这样走了 什么话也没有留下 只留下一地惊恶与眼睛 范贤看着近在咫尺的云芝兰说道 云大家 你已经违逆了剑圣大人几次 难道还想再多一次吗 云芝兰沉默许久 看了石阶下的影子一眼 说道 其实 我很想背师傅 只是我要背的东西 太多了些 有些事情 是不需要你背的 范贤毫不动容 微笑说道 因为你背不动 压垮了你不说 还把你想背的东西摔个粉碎 岂不是皆大背痛啊 云芝兰沉思许久 富有认真地看了一眼 城主府内的血水 还有那些尸体 尤其是石阶侧方 城主大人的尸体 半晌后脸色平静了下来 知道自己的想法 终究是全数落到了空处 不知道这位南清的小贩大人 究竟是使了什么样的魔法 不仅让师孙大人出手 杀了城主府满门 甚至还在受伤之后 对这些南清人 没有丝毫的杀戮之心 其实终究还是这位剑颅首徒 不理解四顾剑 这世上没有谁能劝说 或是又是四顾剑做什么 这位大宗师想做什么 就做什么 这一切都只是 他自己的想法罢了 剑颅一门 撤出了城主府 场间只剩下北齐人 与范贤还有影子 郎桃将双手附在身后 从青树下走了出来 看着范贤微笑说道 小范大人果然好手段 只是一句话 竟然就能逼得剑颅不动手 不过 我可不是东一人 今日机会难得 要不要切磋一二啊 人不能无耻到这种地步 此时范贤出使脱离建议险境 整个人都疲惫放松起来 坐在影子身边的石阶上 头也不抬 笑着说道 这是你家皇帝 今天送给我的一句话 我反赠给你 小范大人 我不知道世上谁 才是更无耻的 榔头身后的弯刀金链 在风中微微作响 配着他稳定的声音 更显美妙 令妹乃是我天一道弟子 更是受了先师一命 执掌青山士仪 如今范师妹虽归南庆 但毕竟师门道统仍在 君便是不念旧情 也要念一念师门之意 去年深秋时节 我青山弟子 在西凉路死伤惨重 难道你以为 我会这样便罢了 原来你也知道 是死在西凉路 范贤抬起头来 两道寒光射了过去 冷冷说道 兄说苦和国师 一命有何问题 即便我妹妹日后 接替海棠 指掌你们天一道门 如果你们天一道还敢在我南庆搞三搞四 我仍然会继续杀下去 此言一出 青树下一片扰攘 郎桃的眉毛也皱了起来 不知道在当前这种急迫情况下 范贤为何还敢如此强硬 江炉弟子虽走 可是北齐高手犹在 四顾剑即便碍于某事 不想杀了范贤 或者那位黑衣高手 可是北齐人动起手来 却不会有什么心理障碍 这位天一道守徒 哪里知道昨夜发生了什么呀 哪里能够想到 今日的范贤 看着这些北齐高手 就像是看着自己的下属一般 你们的皇帝陛下 都已经是我的人了 你们距离成为我的人 还远吗 青树下的小皇帝笑了笑 开口说道 我北齐师叔传国 当然不会以众灵寡 郎桃大人 我们走吧 此言一出 反而是范贤的眉头皱了起来 他看着小皇帝 忽然开口说道 能不能过来一下 对一位皇帝陛下 用如此语气说话 着实是无理到了极点呀 然而令北齐猪人目瞪口呆的是 陛下竟然没有生气 只是微笑着说道 范清家有何事啊 带你休息好好再聊吧 范贤看清楚了小皇帝 眉宇间的冷漠和那些微怒 知道对方毕竟是位皇帝陛下 在臣子们的面前生怕有何处 行差踏错 自己先前那句话着实也是有些过分 不由自嘲笑了笑 说道 陛下 外臣有要事禀报 小皇帝沉默许久 不知心里在做着怎样的挣扎 今天一天 他看到了太多与权力无关的玄妙事情 心神受了极大的震荡 而此时看着范贤的神情 却是想到了昨夜里心神所受的更大震荡 启酒之后 小皇帝冷漠开口 你们都出去 朕有些话要与范清家说 此言一出 满场又是大华 尤其是郎桃 恶然回首看着自己的皇帝陛下 不知道现如今究竟是怎样的状况 前些日子 陛下才下定决心 与剑颅云之兰一派联手 要将范贤杀死在东夷城 昨天所有人都看见了 范贤将陛下掳进了剑颅 双方之间的仇恨应该是不共戴天 可是此时看着二人说话神情 完全不像众人所想象的 那么回事啊 一直站在小皇帝身边的河道人 也大感震惊 疑惑地看了郎桃一眼 等着他的发话 郎桃深深地吸了两口气 将手一挥 领着众人退出了城主府 不管他担不担心范贤会对陛下不利 可是既然陛下金口下旨 自己这些做臣子的 也只能是一指而行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 严道之为您播讲的长篇穿越小说 《庆余年》 休息一下 欢迎您继续收听 成主府再次回复了平静 范贤站起身内 走到小皇帝身边 静静地看着他 忽然开口说道 今天你最后听见的那些东西 不要说出去 不然我也会把我所知道的事情 说出去 小皇帝面色微变 眼瞳里寒光夜闪寂寞 他没有想到范贤这么快 便猜到了自己的想法 没有想到范贤会这样 直接地用自己的秘密 来要挟自己 监察院六处主办 是四孤建的右弟 这个事情可以用来发挥的余地太大了 甚至可以动摇庆国朝廷的根基 让庆国皇帝与监察院之间 产生不可协调的矛盾 北齐的锦衣卫不是吃干散的 在很久以前 小皇帝就从魏华的嘴里知道 当年玄空庙的刺杀 庆帝一直认定是四孤建 那个不闻于世的右帝所为 小皇帝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这个秘密对于北齐来说太过重要了 能够让庆国内乱 毫无疑问可以让北齐就此翻身 只是范贤的手里却掌握着一个足以令整个北齐颠覆的秘密 他的脸色变换了许久 最后才轻声说道 朕知道了 在城主府的外面 郎桃众人的面色也在变幻不停 他们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在剑庐外面心急如焚的一夜 时刻担心陛下的安危 最后陛下竟然和范贤 似乎有了相谈甚欢的感觉 郎桃忽然眼瞳微缩 说道 传令回南庆 让木鹏赶回来 河道人在一旁面色微变 压低声音说道 大人怀疑 范贤给陛下中了毒 范贤乃至当时用毒打架 如果不是中了毒 他怎么可能轻易放陛下离开 陛下为什么刚才又 又肯答应留下与他密谈呢 郎桃的眼瞳里满是愤怒之色 一字一句冷冷地说道 范贤此人 毒如蛇血 不可经事 郎桃的智谋反应不可谓不快 然而他却根本不知道 木鹏早已经让范贤关进了监察院的七处 他更不知道 范贤确实给小皇帝中了毒 却不是那种会死人的毒 而是心上的毒 异常无解 四顾剑没有下令让剑炉的弟子杀死反贤 甚至连那个胆大妄为的刺伤自己的监察院刺客首领也放过了 这个事实让剑炉里的弟子们感到一丝差异以及震惊 而沉默着从剑炉里走了出来的云之兰 心情更加的沉重 他看了看四周 三师弟和四师弟都留在炉内 似乎师尊大人有什么话要交代他们 云之兰忍不住看着西方的落日 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这两位师弟最尊敬自己 也参与到了软禁十三郎 伏击范贤的行动之中 师尊此时把他们留了下来 难道有要问这件事情吗 以他对四顾剑的了解 师父若真的想处置自己的所作所为 只怕根本不需要调查什么 询问什么 直接就让自己自尽 只怕自己也很难生出反抗的勇气 淡淡的目光照耀在剑炉首途的脸上 有些黯然 有些无奈 今日成竹府满门尽丧 已经充分表明了四顾剑的态度 这座东夷城的城头之上 再过些时日 只怕就要换上 李家王朝的龙旗了 他知道这或许是历史的必然 不然师父断不可能与范贤达成协议 向那个姓李的清国皇帝低头 只是他的心中依然忍不住抽筒起来 已经没有任何办法阻止这件事情的发生 东夷城内的一方大势力 一城城主府 如今全部变成了血泊中的死尸 四顾剑用最简单粗暴的方法 统一了整个东夷城上层社会的思想 震慑住了卢内所有弟子的心思 而城中那些不计其数的商人和伙计们 想必也愿意接受这个事实 毕竟打仗从来不是商人们喜欢的一项娱乐活动 云芝兰威眯着眼 看着上方的山居 北齐的那位皇帝陛下 此时已经在郎陶和河道人的守护下 沉默地回到了山居之中 他不知道这些北齐人此时心中在想些什么 自己暗中与对方达成的协议 是该就此中断还是继续前行呢 接下来 山居的闭门巨客 让云芝兰复杂的心情更加复杂 北齐皇帝陛下千里迢迢 冒险前来 必定是存了付出极大代价 也要避其功于一役的态度 为什么被范贤裸进剑庐之后 这位皇帝陛下似乎就此认输呢 不再继续尝试撕破东夷城与南庆之间的关系呢 云芝兰站在山居之外 与郎陶轻声说了两句 有些黯然地向着山下行去 一路走 一路在心里想着 范贤此人究竟有什么神妙的本领 竟然能够压得北齐一方不能动弹 他始终还是不相信范贤有这个本事 按想应该是师尊大人向北齐皇帝清楚地表明了态度 才让北齐人变得有些绝望起来 回头望了一眼暮色中的剑庐 云芝兰的神情极为凝重 略顿了顿后 向着东夷城内走了过去 他永远不会背离剑庐的意志与东夷城的利益 只是今夜的东夷城人心惶惶 缺少了城主府官员的疏通压力 他这位剑庐守徒 只有被迫无奈地开始操持起政务 与云芝兰想象的相反 北齐人没有绝望 更准确地说北齐那位姓湛的皇帝陛下没有绝望 他冷漠地坐在窗边 看着窗边如燃烧一般的花朵 想着这两天来的遭遇不仅有些心神摇荡 他幼年时被太后抱在怀中 坐上了龙椅 从那一天之后 他便不知道什么叫做畏惧 什么叫做绝望 处于什么位置上的人应该拥有相应的判断力 小皇帝知道在争夺东夷城仪式上 他已经输给了范贤 而且输得十分彻底 没有一丝扭转局势的可能 但另一方面他也清楚 四顾剑之所以会选择南清 并不是因为这位大宗师对南清有什么好感 而仅仅是因为范贤这个人的存在 似乎可以为东夷城将来的存续 带来更多的一丝保障 最最关键的问题 还藏在四顾剑的心里 聪慧的北齐小皇帝沉思了许久之后 隐隐抓住了那个关键 虽然他仍然不知道细节 却能够猜到 四顾剑将来一定会给范贤惹出一个大麻烦 范贤的麻烦就是庆帝的麻烦 就是北齐的福音 虽然他心里清楚 如果范贤真的是够心狠 自己便只能成为对方手中的木偶娃娃 问题是范贤从来不是一个够心狠的人 尤其是对自己的女人 那天夜里的事情让小皇帝觉得有些屈辱 有些刺激 有些兴奋 有些新奇 而事后想来 似乎也有极大的好处 范贤以此控制小皇帝 小皇帝何尝不是以二人间的关系 让范贤陷入极其为难的境地之中啊 小皇帝缓缓转头 冷漠地看着坐在床边的丝里里 开口说道 爱妃 为朕梳头 加上范若若 北齐这边有三个伴女人 小皇帝一边平静地享受着 丝里里的御守清书 一边沉默想着 三个伴女人 对上一个有潜在裂痕的父亲 范贤 应该怎样做呢 感谢收听